其實我認為他是俠防疫自重 因為在防疫期間 其實你看得出來 中央對待各個縣市 我不認為有什麼顏色之分 你看包括對宜蘭 也是國民黨的嘛 那臺中也是國民黨的 新北也是國民黨的 甚至苗栗也是國民黨的 出事的時候 中央有沒有給予最大的協助 全部都有啊 所以柯文哲就是在利用這個 所謂的中央對於各個縣市 不分藍綠 都要給予最大協助的時候 他在做一個他的政治操弄 這個政治操弄有一個很大的 這個主題是 他要藉著他最有聲量的時候 為他的支持者去構築一個 跟現實脫離的世界 為什麼我會說是跟現實脫離的世界 首先第一個 你看他每天開的這個防疫記者會 在他的防疫記者會上 講政治多還是講防疫多 全國各縣市的防疫記者會 只有臺北市是這樣 每次都是政治大於防疫 今天全國人民關心的是什麼 全國人民關心的是 為什麼臺北市的確診裡面 非居隔陽性的 遠遠大過於居隔陽性 而且我們已經持續一段時間 都這樣子了 代表社區還有很多潛藏的 感染源 潛藏的黑數 那柯市長 你要怎麼來解決他 在這個問題 過去幾天沒有得到答案 大家在問說 臺北市有這麼多個群聚感染的時候 是不是好歹你那個個案之間的 關聯圖畫給大家看一下嘛 就跟屏東的這Delta群聚一樣 有沒有畫到現在沒有畫出來 這些防疫的不講 他在講政治 他講什麼政治呢 首先第一個 他把他的防疫記者會 當成是一個好像他自辦的政論節目 而他自己就是政治評論員 在上面指東罵西 每天都是講別人 你從來不會聽到他檢討自己的任何問題 就像今天我們講這個唐鳳的疫苗事情 說老實話 其實我知道很清楚 中央找北市開會的時候 北市有沒有派人去 有 第一次六月十號 中央這個找北市的去開的時候 六月十號的時候 北市府人還缺席 但是十七十八跟二十五 這三次開會 北市都有派衛生局的人去喔 最後六月二十八號到七月二號 這個系統在測試的時候 北市也有派人去參加 可是柯文哲 他就可以表現好像一副 他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 那他從來有沒有檢討過 他跟衛生局的這個基層的溝通 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接下來他在這個整個的 他構築出來的這個脫離現實的世界裡面 他告訴大家什麼事 他告訴大家說 所有的議員凡是監督他的 全部都是綠的 他對於他做錯的事情 他做不好的事情 他應該被批評的事情 一概不論 他只對批評他的人 直接抹上顏色 直接扣上帽子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議員的本分不是監督市長嗎 議員一監督市長都變成是綠的 哇那這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治的羞辭 然後呢 一直在炒作各種關於疫苗的話題 你會發現到說 他拋出來這個 我必須跟大家報告 我很確定百分之百只是純政治 並不是真的要為臺灣人爭取疫苗 為什麼他說中國 made in china的疫苗 為什麼不能買 我想問民眾黨主席 你不知道我們臺灣的法規規定說 中國的這個生物製劑 中國的疫苗不能進口嗎 你不知道嗎 如果說你對這個東西有疑慮的話 你民眾黨不是五個立委在立法院 你有本事提案說廢除這一條啊 民眾黨提了沒 沒有嘛 為什麼民眾黨不敢提 為什麼民眾黨不敢提說法規鬆綁 讓中國的生物資金進來臺灣 因為他們知道這也是齊齊不可吧 齊齊以為不可 這件事情不能去做 那柯文哲現在又把他這個冷飯重炒 然後拿出來在一個深藍的節目上 做這樣的呼籲 用心在哪裡 用心只是要再一次的去讓 把輿論鎖在 這一個很奇怪的 很吊詭的 很沒有邏輯的死結裡面 然後呢 把大家的目光 從他的防疫政策的錯誤 移轉到這些政治口水上面 他現在期待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在中央的幫助之下 我們的臺北市的北農 跟環南慢慢的解決了 然後在中央把這個PCR 把大量PCR的SOP交給臺北市之後呢 臺北市現在做大量PCR出來 好像疫情自然會往下的時候 柯文哲他已經超前部署在 他個人的政治盤算 這個是我最無法接受的 現在全國的各縣市 我必須講 昨天柯文哲上趙少康 這節目 我認為我們這國家 我想侯友宜可能很傻眼 盧秀燕可能也很傻眼 因為我說天啊 原來直轄市長在防疫期間 是可以這樣子去作秀的 那我這件事情 我想柯文哲總說他超越藍綠 但真的藍綠都不敢做的事情 他真的做 利用這個疫情 去成就他自己個人的政治聲望 去做他自己的政治盤算 然後把別人的功勞 別人的苦勞 全部收割為自己的功勞 對於曾經幫助過他的人 他就是案件 從背後這樣傷人 然後讓大家在防疫 已經很忙的過程當中 還要去整理這些時序圖 一一地去這個所謂釐清他所放出來的謠言 那我說我覺得我們看遍全世界 你說紐約疫情嚴重 東京疫情嚴重 世界各大首都疫情嚴重 請問有哪一個像柯文哲這樣 天天跳出來跟中央對幹 構築自己的政治聲望 看來看去全世界好像只有一個 紐約的窟謀有點類似 可是你要知道 在美國的疫情往下之後 KUMO的聲望也往下了 因為人民對於臺北市疫情的關注 從來就不是對柯文哲個人的支持 如果柯文哲錯把人民對臺北市的關注 跟全國人為臺北市的加油 當成是對他自己的關注 跟對他自己的加油 我覺得這是他政治生涯當中 所犯下一個最大的判斷失誤